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算是我们国小第一届的羽球校队 那我那时候就是以单打手为主 那到国中的时候呢 我就是打开始打混霜 那是以女装为主这样 然后到高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跟朋友一起凑团体组 然后那时候我有打混霜 也有打女霜这样子 然后到大学 所以其实我练球的时间 大概就只有国小五六年级两年 那升上国中之后就是 就是寒暑假放假的时候 到球馆跟朋友练球这样子 你刚没有讲你是谁的 有没有贵姓大名 我叫陈柔君 那我今年21岁 所以你是属什么 我是属蛇 属蛇的啊 今年即将迈入22岁 好那你星座是什么 我星座是狮子座 看得出来是狮子座 我们观察一下 好 OK 对所以你说你以前常常就是在那个 嘉义又会打嘉义的小比赛嘛 对 那成绩打得如何 嗯 时间从哪一开始算 国小国中还是 你没有人家精力啊 就 你有得过奖就可以拿出来屁一下 对不对 像我们什么都没有过 我好像长大都小时了了 然后大卫比加 那国小 国小就 丹达那时候全线有打到第二名 然后第三名也有 最好最佳的成绩就是全线第二名 然后 然后第一名都同一个人 所以我都输同一个人这样 所以你们学校 打不赢他 第一名是和睦国小的张许玲 对 你说嘉义的吗 对嘉义的 国小的比赛 没错 嘉义的 所以你丹达可以打到第二名哦 对 那这就练武器才了 没有幸运的 才打两年而已耶 哇塞 真的是怪怪的 那你说你之后就开始打混双啊 对 混双女双都有 那这些打小比赛有得奖过吗 还是 团体组 最好的成绩也有到第二名这样 我是不是拿不到第一名 万年老二就对了 对万年老二 非常好 对 都是靠队友啦 蛮幸运的 他亲运也很幸运 那你上了大学以后 就没有 为什么不想说 直接去加入校队打一下 主要那个时候 因为想说 可能校队如果要征选的话 其实都可能在社群媒体上都会公开 就是公开征选或征选之类 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就是看我们学校好像 没有什么消息这样 然后我想说就是到大学想要做一点不一样的事 就可能加其他社团这样 所以还是就想说 把羽球当兴趣来打 所以我就没有加校队 等一下那你大学都在干什么 我大学社团我就参加服务性的社团 就是我们会到偏向就是去帮带小朋友 就教小朋友 哇塞 还是我在打球 但只是就频率不高这样 所以就真的是当兴趣了 对啊当兴趣 对啊 对啊 但是他现在他大学加球队应该实力比我更厉害吗 你确定吗 他们学校的校队已经废校了 说说我废队了 废队了 所以已经没得练了 对啊 对啊 我们国小就一起打球 那时候就是爸爸妈妈都是加同一个校队 欸 对 他们爸爸互加球队 对认识认识 欸那不对啊 那你这样子你如果你 如果考上了硕班 你就想要开始 那个打校队的话 那是表示你人生也没什么兴趣的 只好回来 回来打球 是这样子吗 雨球好像还是我最大的初衷 回归初衷这样子 这样子 那还蛮喜欢雨球的 对 好 那我们就进行五分钟的访谈 好 穿线生死斗 透过两名穿线师的PK 让大家了解穿线师怎么帮您调整拍床 穿线师各有五分钟的时间 询问来宾 依照所得资讯 帮来宾穿线设定拍床 最后由来宾试打决定胜负 好 那我们就来开始我们五分钟的访谈 好 来 先问一下你之前习惯在哪边穿线 我都是在嘉义的一间奇遇用品店 直接讲名字好了 会比掉 家义的X 好 那你知道你穿几磅吗 24磅 穿24磅 好 你知道你穿什么线吗 我不知道诶 好 我看一下 对 这个 TK 不是 好像 AA 看错了 完了我眼睛老化了 6-8 TIE嗎 你主要現在就是打 那個雙打為主還是單打 目前是以雙打為主 雙打,那你知道你是長發 你是手指頭發力還是手腕發力 手腕發力 手腕發力比較多 所以你基本上你打球的話就是帶球比較多 比較不會就是要快速出球 對,因為我覺得我的爆發力跟核心好像沒有那麼強 所以我都是 大家如果說我打球比較軟 所以我覺得我的拿手的球路應該是切球或是對角形切球 所以我都是打比較軟的路線 所以你要評判一個是球拍好不好打的話 你是用什麼球路而已 其實我好像對這些沒有概念耶 對啊 好,開始吧,直接開始 那你平常平球打得多嗎 平球我覺得蠻多的耶 平球多 那你主要打球得分的手段是切球嗎對不對 對,我覺得是切球 那你在切球之前會打什麼球 在切球之前 對,會 因為你一定要讓對方起高 你才有辦法切球嗎 那可能就是以長球為主吧 或是讓他挑高 我會先可能放短球 對 你換短球就是你的隊友在切 對 其實我隊友就是搭配那種爆發比比較強的 就是 就是互補 我們就是互補 就是他在米克裏 所以你會喜歡在前場還是在後場 我們好像就是 都可以 對,就是看就是我們跟 因為我都有跟不同的球友配過 所以我們就是以 就是大家習慣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是互相協調 所以我可能 站前面也有 然後站中 就是我們各站 左右兩邊也有這樣 對 我好像比較少站後面 嗯 比較少在後場 嗯 所以你是會以前場為主 對 然後以跟 讓隊友攻擊 對 好 那你 小球 會比較喜歡戳球嗎 還是 直接放著 我會直接放短 直接放 對 所以平球 你剛說平球打得多 嗯 平球多 那你的平球是 呃 用 手指發力還是 小臂 就是你打的時候會帶小臂嗎 小臂什麼意思 好 給你一個球拍 好 好 你稍微 你是左手 對,我是左配子 你左配子,好 那你平球你會怎麼推 如果有個反拍的平球 反拍的平球 對 應該就是 這樣 就這樣 喔 我不確定 這是標不標準 沒有 所以你小臂會帶嗎 就是 今天如果要抽 抽一個平球 我打到你了 對 小臂會帶嗎 嗯 不會 就這樣 不會,對就這樣而已 就這樣 哇 這個有趣 我覺得蠻有趣的 好 那我們這一次要幫柔君穿的線呢 我的選擇是用N61 那N61這條線有一個蠻特別的特色 就是 它持球時間是有 可是其實它反應速度蠻快的 那它彈性蠻好的 因為這條線偏這樣中等 所以對打球要帶球的人來說 其實是 還蠻好的 好 如果我們玩這個 拆這個東西 都是用很走安全排 其實就是比較無聊 好 那所以 讓它弄一個差距大一點 讓它感受到不一樣 再來 它因為它說它之前在 夾翼穿線都是24磅 那這個磅數基本上 減2是一個起始 那再加上 因為它今天下午就要打 所以我會就是選擇 直接穿21磅給它 為了增加支撐性 我可能直線開個5%欲拉 好 就這樣子 那橫線不開 另外就是我會 穿另外一支球牌給它 這樣子 是我的球牌 就這樣 好 好 那 我們這次我拿到的球牌是 Smash Power World 9900 富利特的 這支球牌應該 應該有點久了 好 那它說這支是它的 官用牌 而且它喜歡白色 所以我的起始點應該 勝算蠻大的 好 那 剛剛它說它喜歡打 它沒有說它喜歡打什麼 就是我覺得它應該是打 偏軟的線 它的那個 回拍的動作啊 它可能小臂拉的不多 那就比較多 在手腕的部分 那如果說你給它 太 太吃球的 也不行 所以變成我的概念就變成 它要用軟線 然後磅數 不能低太多 對 這是我的想法 那 我可能就會用 66 Force 歪歪的BG66 Force 因為它原本是打BG65 那如果說像 直接跳到61 我覺得 可能 不會 非常 非常 適應啦 那我覺得它跳從 70 跳到 那個 0.65的部分 應該是OK的 然後應該也可以感受到 它比較 輕鬆 因為沒有打24 那我現在會就是 降到 22 因為它如果之前打24的話 那它的 線應該就是有拉到24磅的那個 細度啊 那我可能會開10%的預拉 讓它22磅開10%預拉 讓線 變再細一點 穿線方式的話 應該就是用基本法 應該就是這樣子 可是這個有個危險 就是它喜歡切球 如果 沒辦法適應那個 66 Force 的那種感覺的話 那我覺得它切球可能會有點飄 不過沒關係 我覺得N6E可能會更飄 那沒有關係 好吧 那就這樣吧 好 好 哎唷 怕了吧 哎唷 哎唷 阿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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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剛剛 已經打的第一支球拍了 那你先大概跟我們講一下 你第一支球拍 你打的感覺是如何 這一支球拍是我第一次拿 然後就是握把也是新的 那我就打起來 就是跟我之前的球拍比起來 就是打起來有蹦的聲音 就是感覺有比較爆發力 比較爆發力是不是 聲音好聽嘛對不對 對很好聽 所以聲音大聲有差嘛對不對 對 然後就是推球也不要推得出去 但是我覺得長球的話就是 感覺還是打不太 打不遠 打不遠 以後可能是我自己的問題 千萬不要這麼說 絕對是你的問題 那你總觀來講 其他像比如說各種球路 你覺得跟你之前打的 會不會有差啊 蠻多的 我覺得差蠻多的 差蠻多的 跟聲音啊聲音就有差 然後還有就推球的速度都有差 OK好 所以那就等一下再打第二隻 然後再來跟我們講你的心得 OK好 那我們剛剛打了第二隻的球拍 那你跟我們大概講一下 你第二隻球拍你打起來的感覺 以手感來說 我覺得重量的話 這一隻比較輕一點 我覺得這一隻握起來會可能 比較重 我覺得 那打起來的話我覺得 這一隻會比較順手一點 是不是 是不是你看換球拍就是一招啊 哎呀傻傻的 換球拍就是一招 對對換球拍一定要 那打起來的感覺呢 打起來的感覺 就是以拍床來說 你打起來 我覺得 如果以長球來說的話 這隻會比較粗的去 我覺得 那其他球路呢 小球的話 或切球的話 我覺得這隻比較順一點 會比較順 會比較黏這樣子 比較咬得到 對 那好 你覺得那整體來講 你現在可以 覺得哪一隻會覺得比較好打呢 這一隻 這一隻 對不對 我跟你講換球拍 果然就是一招啊 Rubber被我硬了兩次啊 笑話同 笑話同 好啦那就跟我們觀眾說 掰掰囉 掰掰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 分享開啟小鈴鐺喔 謝謝 innovative 謝謝 麻煩 發出